勇士完成二连霸 今日美国记者林岳福综合报道 萌神柯睿 Steven Carey 前一身陷低潮 今9日 在总冠军战第四场重视手感 上半场就开启标分模式 全场砍进几颗三分球 轰进37分 率勇士以108比85击败骑士 系列战完成4比0横扫 近4年已夺三座冠军金杯 也是NBA史上第七支完成连霸的队伍 请继续往下阅读 NBA过去完成连霸分别有塞尔提克 胡人 活塞 公牛 火箭 热火 如今自2012 13年后的热火 勇士再度于NBA舞台完成霸业 柯瑞前一手感低迷 三分球仅石头一众 不过此一上半场再度变成神射手 包括第二节最后的三分球破网 前两节13投7中 包括三分球6投4中 拿到20分 搭配伊古达拉 Andre Iguodala 三级级迪格林 Dramond Green 杨恩 Nick Young 各一科 勇士用52.9%的高三分球命中率 在上半场取得61比52领先 一篮后 勇士又再现第三节之王气势 几乎已经把解其势的斗志 第四节更取得全场最多28分领先 最终在克利夫篮风光完成二连霸 勇士此仗完全压住其势打 让地主投篮命中率仅34.5% 柯瑞此仗27投12中 包括三分球15投其中 攻下37分 六篮板与四助攻 杜兰特 Kevin Durant 潜意狂砍43分 今日手感烧将温变成16投6中 拿到20分外带十助攻 12篮板的大三元成绩单 K.汤普森上半场一度有犯规麻烦导致得分挂淡 不过下半场进账10分 伊古达拉有11分入带 骑士大帝詹姆斯 Lee Brown James 23分 8助攻与7篮板 但此次苦等不到队友火力支援 洛夫 Kevin Love 全场虽有13分 但有9分来自上半场 J.R.史尼斯 J.R. Smith 十分紧张 皆在前两节 最终克成军只能在双式大战四部取遭直落四区居亚军杜兰特 今日美国 柯瑞 今日美国 詹姆斯 南称大局 法新社 詹姆斯 美联社 勇十四年内夺三冠 法新社 勇十夺冠 法新社 勇十夺冠 法新社 法新社